謝謝主席 主席幫我請經濟部的王美花王部長 還有就是經濟部的政風處吳創 吳處長 好 請那個王部長跟處長 好 委員好 部長武安 剛剛我在聽各位委員的尋達內容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主席賴榮委員 問到了一個有關於 現在也是立法委員 但是要選新竹市長的高宏安委員的問題 就是他在2018年才離開資策會 但是他在2017年任職資策會的時候 他出席了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麼他當時是以所謂這一間 科制公司的處長的名義來出席 那麼我想問一下部長 這是您今天第一次知道嗎 也就是說當時他在資策會任職 他沒有離職 但是又擔任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處長 那麼根據資策會的規定來講的話 這個是不是有兼職 那麼當時的資策會同意嗎 這間公司是資策會額外自己延伸出來的公司嗎 還是說資策會投資的公司嗎 部長您了解這個狀況嗎 坦白講就是剛才卓執行長提的這個 就是說在他有到這個 克制的這個部分還在資策會的這個全職期間 我其實是今天才知道 你今天才知道 那如果像這樣的話 我想要問一下卓執行長 以你的了解 如果現在發生在2022年的此時此刻 發現有一個你們資策會的員工 如高宏安委員當時還沒有離職 就跑到一個活動上 雖然說這個活動 我聽了一下剛剛那個內容 他也是資策會辦的 但是他現在說 我是另外一個公司的處長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以現在的資策會會怎麼做 我們當然會 基本上會做一些相關的法律的動作 什麼樣的法律動作 首先資策會允許沒有離職的人到別間公司來掛處長嗎 這算什麼 這個應該都是不允許的 那這樣子算是觸犯了什麼樣的規定 雖然資策會是一個公司一個是個公法人 那其實這個就是違反了我們剛剛有提到的勞資之間的這個契約 那 企業不當的兼職嘛 對不對 不當的兼職 那我們有規定任何兼職都需要報備 那像這種兼職事實上是不會被允許的 好 那個我想就教一下正風處的吳處長 這件事能不能查 因為這顯然是有上下交商賊或者是人貌不髒 又或者是高層有人掩護囉 那這個正風能不能查 因為公法人嘛 那但是是在經濟部底下嘛 我想就教一下吳處長 是不是我幫他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是資策會的員工的問題 那因為資策會的部分我們給他比較大的權限 所以這個應該是要由資策會來先來處理 而不是由經濟部來先來處理 好 那資策會現在了解了 那也是第一時間今天才知道這件事情嗎 會怎麼處理 該怎麼處理 因為這個又是論文之外的喔 因為現在大家探討的是一個 在資策會當中的任何一個員工 如果說今天他在職期間拿公費出國留學 然後呢 這個可以說已經是又領薪水又付公費 然後又付學費 然後他的論文現在衍生了問題之後 才在追說他的這個論文到底有沒有抄襲 因為我們知道他的論文經過比對之後 期刊有百分之九十 那麼資策會自己講是高達八成 我們還在追有關於他心心那題的論文的問題的同時 現在又發現他在在職期間還兼職啊 不只領薪水搞不好還多賺一份薪水啊 那這樣子的話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想問資策會要怎麼處理多少時間處理 要給大家一個答案啊 要有樣學樣以後這個所謂的吸資策會大法 吸血資策會大法一旦公告大家都可以這樣做啊 資策會的員工每一個人都可以有樣學樣啊是不是 那我首先說明這個基本上就剛剛提到這是違反規定的做法 那所以我們一定會盡快處理 那我也說明一下我們事實上也只比經濟部早一天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還在調查中間 那也是要確認所有的這些細節 那我想最後做相關的處理呢是會牽涉到法律的行為 有這個部分我們也會評估那大概怎麼 要花多少時間調查難嗎 2017年到現在是現在2022年五年前的事情要花多少時間調查 而且能不能查得出來在多久的時間可以查出來你們要多少時間 好我想我現在很難去壓時間我們會盡快齁 但是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到目前掌握度還很低 那最重要是掌握之後我們還掌握度很低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在2017年任職的人都已經離開了嗎 是這樣嗎 有一部分跟他比較接近的人都已經離開了 所以目前那部分比較難取得 但是而且事實上有很多是他在外面的行為 我們從內部能夠查到的 當然非常確定的是沒有報備 而且這裡面很多的行為是不恰當的 但是我們要做法律訴訟的話要取得相當多的證據 那這個部分呢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好本希提醒就是像這樣在資測會當中任職 然後又誇口甚至於站出來講自己是資測會裡面的任職之外 又說是另外一間公司的處長 這樣的事情我為什麼要求要快 因為在選舉期間如果有違法有失職有違反了資測會內部的規範規定契約 就講清楚說明白也不要讓別人認為說我們有其他的政治的意圖 但是這種不良示範必須要講清楚說明白絕對不可以 站著公家資源來壯大自己 這是最不可以的也不能忍受的 這是身為立法委員必須要監督的 同意 好謝謝謝謝林楚英文謝謝部長